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礼喷在 那么这个是《不知道爱惜无礼》 借着底下两句 善气无辜 牢绕众生 文里头 一切众生 生到这个世间 都是有 业因的 佛家跟我们说明这个四十真相 六道的凡夫 都是受业力主宰 一生 只寄予 荣华富贵 寿命长短 都有个定数 所以在世间 高明的 算命 看一下 往往都看得相当准确 正如同 廖凡四幸 一开端 袁廖凡先生 为我们许说 他早年 遇到 孔先生 给他算命 算他的终身修旧 几乎是丝毫不少 确确实实证明 一点差错都没有 这个不是一般江湖的算命先生 那些设法未必可靠 不负责任的 孔先生真正是有学问 有见识 也有修养 所以能够 算得这么准确 那么由此可知 一个人的一生 真的 就像西洋人所说的 我过去看过 这个法国的语言家 诺斯多玛斯 他里面就很多次说过 人的一生就好像剧本早就写好了 按照这个剧本去表演 谁也没有办法改写这个剧本 那么这个都是说语 续命论 佛法里面 承认 命运是有的 但是命运决定可以改变的 绝对不是说 也成不变 首先我们要想得 这命运从哪里来着 是自己造作的 这个里面的 夜音跟古报都非常复杂 夜音 涉及到无量戒情 深深适适 累积的这些习气 烦恼 还与一切众生 借下了恩怨债务 来生后世 但是 因缘聚会的时候 要偿债 所谓是欠命的要还命 欠钱的要还钱 往昔的夜音 如果我们自己冷静地观察思维 就在自己这一生当中 就得到了证明 我们这一生当中 所遭遇的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我 细细一下来 有人对我好的 过去我们有恩 有人给我不好的 相处不好的 过去有怨 有时候我们得到财物 心里想的是别人还给我们 有时候我们有损失 直到我们还人 佛家讲的很明亮啊 人生在世只不过是报恩 抱怨 讨债还债 就为这个来的 所以佛总结一句 人生什么意思 人生仇业 仇是报仇啊 业是过去造的业 过去造的善业 你这一生享福 过去造的善业 这一生生计艰难 可是 业不断地造 果也不断地受 因果循环 享福的时候 决定有造业 我们就不说是别人了 在中国历史上 成为社群老人 论佛报 古今没有能够跟他相比的 乾隆皇帝 佛德 聪明智慧 健康长寿 他通通俱祿 那真是多生多结修来的 做了六十年皇帝 做了四年太上皇 他的一生当中 也造了不少卧业 佛享静了 然后卧报就先去 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观察了 父子给我们说 人心巍巍 道心巍巍 这两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啊 人要不觉悟 不可能不造业 人要不觉悟 不可能不造业 佛报越大 造业越容易 而造的这个卧业 更严重 世间消明 没有威德 没有权势 夜深所造的夜 比较少 也比较小 我们冷静 细细观察 就知道 我们有信 德人身 德人身 有何信之有呢 德人身而闻佛法了 德人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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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信呢 岂能不造业 真是 《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所讲的 头出头没 立刻又多落了 转眼之间的事情 多么可悲 多么可怕 人之所以为贵的 就是在接受圣仙的教育 圣仙的教育 晕晕有两种 一种是大车大物 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 真是智慧 彻底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 宇宙人生真相是什么 从根本上说 宇宙的起源 宇宙怎么生起来的 生命的起源 宇宙跟生命的关系 这是大根大本 明了之后 神仙人教我们 做人之道 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宇宙人与天地归于神的关系 如何相处 这就是大学问 事处是今 古圣千贤 对于后人的教诲 对于一切众生的教诲 不过如是 明白之后 这个人 就能够 去疾 避凶 自求多福 我们没有明信见信 我们只有 明信 明信见信人的教诲 跟着他走 跟着他走 太上 在这一篇里面 所教导我们的 跟祝福菩萨 大圣大行的教诫 没有两样 太上这一篇 理论上说的不少 思想上说的不少 对我们 非常切勿 如果在世上 不能改 我们就是 接受佛菩萨的教诲 我们也很难开悟 这是什么原因 烦恼 业障 障碍了 悟门 不能开悟 什么条件 能开悟 古德常讲 烦恼 轻 智慧 障 我们有这么重的烦恼 怎么会开悟 依照 太上的教诲 去修学 这是断烦恼的好方法了 佛家讲到修学的总纲理 是一界得定 因定开悟 这是一个明确的道路 成佛之道 太上这篇文字 就是这里 我们能够遵循 能够奉行 心就定了 齐心动念 也与赵族 有个准则 这个道理要懂 爱惜物力 虽然只说了四句 四句是个原则 我们必须能够融会贯通 要知道 物力的艰难得来不易 现在虽然科技发达 生产力提高了 不需要像古人那样的操劳 使用机器大量的来指责 可是我们要常常想到 现在在这个世界 还有多少人缺乏 日常的用品 我们得来的容易 这是娘来过去修了一点佛报 今生也能够断卧修上 感得的 报应 可是想想 时时多多 在生活困境 那些人 我们自然就懂得 爱惜物力了 生活 生活 只要能过得去 平安就是福 人生在世 三餐能吃得饱 穿得暖 有一个小房子 可以休息 注意 如果有多余的佛报 要知道 不是个众生 要懂得 要懂得 喜福 懂得 赔福 无故 奸才 非礼 喷哉 太上在此地教我们 古人 杀身吃肉 肉食 也有一定的食节 绝对不是暴赢 暴食 此地剪裁 是蛇 做衣服 喷哉 喷哉是饮食 穿衣吃饭 从这个地方 蛇 接近 这是日常 不能缺少的 物质生活 圣衣行人 在此地劝灭我们 我们能省一份 就能帮助别人一份 要长存 自信 那我们看看 新人情 这个社会 这两句 出犯了 犯得 非常 严重 于是 佛祝 相近了 灾祸 就现象 古时候 一 一 决定是为自己之必须 你看 佛 为错家弟子所制定的 三一一步 这是古时候 居住在印度 这个地区 他三一就够了 我们新加坡是热带 靠近吃到 没有四季 所以在此地 居住 衣着非常简单 如果在中国 北方 你必须要居住 四季的 一场 春夏秋冬 可是我们虽然 居住在这个地区 要到北方去旅行 还是要添衣服 这就是 有理由 去添衣服 没有理由 就不必 找这个麻烦 因时 杀神 肉食 在古时候 都是祭祀归神 献祭 完了之后 撤下了供 这是 大众 才享受 不时 天天 有肉吃 我在童年 做学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 抗战 初期 我们生长在农村 农村里面 吃肉 一个月 只有两次 初一十五 大家是 祭神 祭祖先 买一点肉 量很少 所以 小孩 都希望 过年 过年 那几天 每一天 都有一天 时间也很短 也不过 十几二十天 的时间 那年过去了 现在是 每一餐 都有肉食 又是怎么得了 儒家 虽然 不禁止 但是 也不是 叫你 天天 杀身 肉食 佛家 晓得 这个道理 肉食 渐渐 相报 为什么 世间 有残酷的战争 这个战争 我们 能够 回忆到 第一次世界大战 很残酷 第二次世界大战 比第一次世界大战 不知道加多少倍 第三次世界大战 要起来的话 有很多人说 这是 终末的战争 就这个战争 打完之后 世界上再没有战争 为什么呢 人都死光了 还打什么仗 是毁灭世界的战争 是毁灭世界的战争 佛在经常说 刀兵戒 如果要世界没有刀兵戒 佛说了一句话 除非众生不吃肉 世间就没有刀兵戒 这个话的含义 很深很深 刀兵戒是 冤恨累积而成的 冤恨从来 吃众生肉 他不是甘心情愿给你吃 真的是弱肉强食 那个弱者 他心里的冤恨 永远不能消除 那么佛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在六道里头 是流转的 于是就产生报应 孕孕相报 没完没了 这个只有佛讲的透彻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 不敢再吃众生肉 希望我们跟一切众生 这个冤仇啊 能够化解 我们认真努力修学 把一切功德 毁向给众生 是忏悔也赎罪也 爱惜物理 要从日常生活当中下说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